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分行全接觸 先介紹一下身邊的嘉賓 有要才證券市務總監郭獅治 郭先生你好 你好 我們今天接通了的分行 是中環分行經理Keevan Keevan你好 你好,我是Nette 我也想看看今天分行的投資氣氛如何 因為看到今天曾經一段時間 重上25,000點的樓上 但現在升幅很快又收窄 正在升65點 至24,872點 你那邊的情況又如何 今天省匯都是補儲 因為那時沒有特別的方向 所以日豬氣氛未必太濃厚 好 好,那今天來講 有沒有一些現場客戶想提問的 都有三個客戶 我首先安排李先生想問一些股票 我給他跟你說 好,麻煩你 喂 是李先生是嗎 是的,你好 你好,想問什麼股份 我先問他們是570中國中藥 是 是 我見他有個很大的收購 從未市值差不多一樣 都整百億 但今天升了一成 看看還可以追 好,阿刀看看中國中藥 片項570 現仲4.9毫 6升埋近一成一 今天來講 受到消息影響 一度去到52週的高位 最高見過5.2毫 8的位置 也是,升了上去 已經超過一成四 不過見到現在的升幅 稍微有收窄 對於今次的收購事件來講 郭Sir,你覺得 接下來的前景有否升 其實你的收購 說真的,市值大得很緊 要18億 往後可能會有些融資的安排 包括配股或各樣東西 但以我的解讀 如果真的有這樣 一般來說股價都是趨勝 因為推高的上來配 收到的資金將會更加多 內地人口是13億 人均的財富收入越來越多 醫療的需求同步增加 以前沒有錢當然沒有辦法 現在有錢的 大家傾向於能夠花得起錢的 都會找一些最好的藥去 去調理或者醫治自己 所以前景我始終還是看好 我自己個人看好內需市場 內需是醫食住行家電醫療等等都是內需 所以股價走得比較急 相對一年的高位 現在是直接咬著高台 但暫時來說 如果你說抱著一個短炒的心態 就真的尷尬一點 因為一個星期或一個月的低位 是4.2元錢 如果你說要設止市位 我都不知道怎樣提供給你 唯有說萬一不對板 落到4.5元左右 就考慮自己的防守能力 我不覺得會有太大幅度的下跌 但你純粹短炒 我是想贏到一元幾號 我一定不對板 輸了多少錢 我就要止蝕 因為這是一個短線的措手 如果你說是中線的吸納 你就不需要介意短期的反覆 你可以分階段慢慢賣 但千萬不要過勇 現在這一刻來說 相對上日收市價4.48元 已經升了一成 簡單來說 如果跌回上日的4.48元 情況就真的不太好 這也是你參考指示位 如果純粹是短炒的話 目標是多少 因為一突破5元樓上 就真的網空了 以今天5.28元來說 已經創了一年的新高 如果再回到5.28元樓上 就很容易計算 目標將會值5.8至6元 這也是暫時後視一個上網的目標 初步的阻力是5.28元 技術上4.48元 跌穿了你就要止蝕 順水短炒的話 如果中線的話 你就不需要止蝕位 你分階段慢慢賣 但自己的持貨能力 和能耐足不足夠 這就是你自己最清楚 好 幫不幫到你 李先生 好 幫到 麻煩你 好 麻煩你把電話交給我們的同事 是 キヴィ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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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下一位的現場客戶有哪位 是 羅小姐 好 給我跟她說 好 麻煩你 喂 你好 我姓羅 羅小姐你好 想問甚麼股份 我想問銀魚 本身有沒有貨在手 有 41 元入住了 都想看上網空間 是 都想看現在好不好走 好 看一隻銀魚 在做 43.15 元 暫時跌 1% 早幾天都有個不錯的反彈勢頭 在 41 元的位置有貨 上網空間有多少 值得留意 這個浪的低點是 36.7 以 36.7 上近期的高位 累積的反彈幅度 已經有 20% 暫時來說 以一隻股份 一個技術反彈來說 已經是足夠的了 當然新場的開張 遠景的確是可以看好 但暫時來說 我想效應不會太大 因為內地反貪反腐 或者貴賓廳業務 已經大不如前 而中場業務 即使是年關 或者農林年關 會稍為做好一點 但最多是刺激的股價 稍為做好一點 要出現像前年的 一浪高一浪板板上的形態 我想暫時不是時候 定下底的指賬位比較好一點 41元買其實已經相當快手 買得也不差 但近期的高位 我當你大約44元左右 即是約摩有8%的利潤 中間要定指賬位比較難定 因為40多元的股份 升了3元之後 你定指賬位 最多是1%的幅度 即是43.9或44元 即是一旦跌穿了43元 就賺到他算數 2元賺的幅度不是多 但賺錢是始終一個開心的事情 但如果你是中線部署 短期的3-2元反覆 我不管 我看好博彩業的前景 不要緊 你有足夠的持貨能來就行了 你就不要介意 升3元跌2元 你就不要介意那些波幅 因為在一個比較高台的市況 你要做一些短線的部署 其實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留意 43元是指賬 如果跌穿了 不想持貨的 就賺了算數 羅小姐麻煩把電話 再交給我們分行的經理Kevin Kevin 下一位的現場客戶會有空位 另一位是譚先生 他剛剛去了洗手間 我代他問一問這個問題 他有一隻1800中交建 9.8以上 9.8入了 現在只剩下8個多 他想看看前景如何 以及標格看多少 有什麼指示 OK 好 中交建由低位4.8到早前的高位 已經升了一倍 其實單單說反彈 什麼都足夠了 看看基本因素 中交建的合約 海外的工程比較多 毛利相對也比較高 這是基本因素來好的 加上以8.8倍的市盈率 估值不算太高 事實上來說 這陣子是屬於一個 升厚技術上的調整 不過很尷尬 因為一個月的低位是8.6毫 這也是暫時一個 應該是止跌的水平 因為一跌穿8.6毫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真的要退手到8元 坐近水平 跟這位客戶問問他 到底他的防守能力夠不夠 如果你說他持貨不是太多 是屬於一個中線部署 你要忍受短期的陣痛 因為一路以來 4元、5元、6元、7元 你是去到一個高台才追下去 你當然要承擔回肚的風險 不過如果純粹是短炒的話 老實說 第一個技術上的支撕位 應該是9.2元錢過了 第二個技術上的支撕位 就是8.1元 估計如果 走上去 再跌穿8.1元 情況就不太好 我給你看看圖已經知道了 第一 上面已經有一個頂 兩個頂 三個頂 四個頂 見了四頂 即是中期已經見了頂 繼而股價跌穿10天和20天線 形態已經轉弱 下面的50天線 剛剛好8.6元 一跌穿8.6元 這條50天線都失手了 為何不要止蝕 純粹短炒 這就要止蝕 如果中線部署 持得不太多 暫時可以等等 不過不要急著追貨 謝謝我們分行的經理Kevin 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你剛才 也謝謝郭Sir的解答 剛才提及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直播環節